民眾黨聯手藍營強推國會擴權法案後 不只多分民調支持度雪峰市下跌 反感度也飆升 還被嘲諷 附隨組織 柯惟哲也下令檢討 言下之意跟藍營保持一定距離 保持主體性 另一頭更像綠營招手 民眾黨立委這番話 也意味沒完全關上綠白和可能性 中間橋樑除了日前一起合照的 吳斯堯黃山山外 據瞭解民進黨黨團書記長莊瑞雄 也可能是綠白和窗口 二零一四年莊瑞雄 聘立委駐選 柯惟哲特地拍影片相助 其實早在二零一二年 莊瑞雄擔任民進黨北市黨部主委時 就是首位向黨內提議 支持柯惟哲選市長的人 雙方有來有往 現在也非零交集 盡管中瑞雄隨時敞開合作大門 但對於綠白能不能重啟合作 柯建民話說得直接 跟民進黨做一個合作 或者是跟國民黨切割 只是想告訴大家講說 我不是所謂的小藍 那其實這個對民眾來講 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新國會開議近四個月 各項議題藍白同陣線 不只被貼上小藍標籤 民調也中錯 柯惟哲現在要走回中間路線 挽回小草 但這橄欖汁 綠營敢不敢接 顯然還在觀望 三陵新聞黃泉民亂軍 喉彩虹紅台報導